国内又传出了土崩事故 今天凌晨4点35分 雪兰娥安邦在野景区 接获投报纸 斑丹英达一个公共停车场 发生土崩 一辆车子坠入深沟里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车主是一名电照车司机 如今轿车损毁 意味着唯一谋生的交通工具没了 家里还有妻儿要养活 让他顿时不知所措 画面所见 位于斑丹英达福泉山庄马珠的 一个公共停车场 有一部分面积的土地完全坍塌 一辆白色轿车坠入其中四轮朝天 现场有警员驻守防止民众靠近 搜救人员叫后也出动吊车 将车子移出 值得一提的是 这已经是当地短短一个月内 发生的第二起土崩事故 上一次是在今年10月 12号 居民表示自上次事件后 有关当局已经在现场拉起了封锁线 防止路人和车子经过 他们希望相关单位可以赶紧填补和修复坑洞 避免悲剧重演 44岁的受灾车主是一名全职电照车司机 他昨晚9点30分回到家后 把车停在这一个公共停车场 结果今天凌晨3点左右 就接到邻居的电话 告知这一项坏消息 他说这辆车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 家里还有一名妻子和三名孩子要养活 如今束手无策 眼下他只能骑到车子没有太大的损伤 尽快修理好之后可以继续养家糊口维持生计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